过去数十年 麻坡一直是国阵的传统堡垒区 即便在前两届大选的反风吹得再旺 麻坡也依旧没有落在反对党手上 为此西蒙这次派出了年轻有为的新兵塞沙迪征战麻坡 希望能够在当地掀起马来海啸 但是在当地人看来 马来海啸已经成形了吗 我设数十年 我设数十年 啊 不跟 Moham 我刚才觉得在森涨 尤其是森涨 会有一个一种 不像是森涨 不像是森涨 没有D线Soft 我就在森涨 我相信森涨 可以 预兹 国家 就连华裔社群也隐隐感觉到这股海啸风 可是乡村我就不知道清楚了 可是城市方面好像有一种心态这样 乡村方面可能是他们比较守旧或者什么 达坡的马来海啸如果真的兴起 选民认为主因不在赛沙迪 而是在马来社群依旧很有影响力的前首相马哈迪 也有民众分析 在沙迪只会拉低对手拉查理的票数 并无法真正探討这名原任博会议员 但是在法院的沙迪 沙迪要进去的 他在沙迪的位置上也很高 但是他还在下 很高的位置上 但是沙迪的沙迪的沙迪是去他的 因为BBM在下的沙迪 但是沙迪的沙迪的沙迪 沙迪的沙迪是去沙迪但是他一直在贪败 究竟两天后吹起的是海啸 还是光响雷不下雨 到现在大家心中都没有一个谱